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要放到一个鱼鳃上面来 给它更合适来蒸 生姜就隔水来蒸 蒸到它熟为几了 鱼鳗鱼就一定要蒸 熟成瓶 你看 哎呦 已经可以了 现在用一个勺子给它 全部捏碎 现在这个黄油 给它炒一下就 好香啊 这个黄油 奶香味啊 黄油已经炉好了 就把这些肉豆给它放下来炒 要加白糖啊 要不然它还不甜 不好吃的 加了白糖 之后要加一点玉米油 不要加花生油啊 因为它那个味道有点重啊 加了它就没有浸泡 可以出锅了 太好吃了 就是说 parent酱 炸起泡 炸起来 这个特别人 rég了 竹腿 炸起来 炸起来 然后炸起来 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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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做好了 做好呢 我又盖上个盖子 这个放到冰箱都可以 再装饰一下 自己感觉到很专业 味道高 就打开来吃 送你也可以 放了一个手机袋 放到冰箱的话 它当然会口感更好 看 好吃 焦了这个黄油 它有那种奶香味 真的好吃 好了 搞定好了 这几盒呢 我就拿回去给老爸他们 来品尝一下 漂亮吗 很简单的做法 如果大家喜欢吃的 可以在家里面做给这些 找朋友吃 甜品 猪豆糕 买一个模具就可以了 那就先这样 下雨天 没什么事干 就做一下其他铃铁来吃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